嗨,大家好,我是施医师 我们又回到我们最喜欢的主题 男人40岁之后要怎么保养 那上一集有跟大家说 怎么初步的辨别 就是说你是阳虚还是阴虚 那忘记的人记得回去看一下 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那阳虚呢,主要就是说 你身体缺少一个热能 当然这个热能当然会影响你的 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 所以阳虚的人就是 要必须很注意冷热的这个问题 那阴虚的人呢,就是说身体缺乏一些物质 比如说可能身体的这些精液啊 就比较少啊,就要注意水分的补充 还有那个食物里面必须要可能比较多胶质的啊 或者是说 可能要吃一些含水量比较多的蔬菜啊 这些水果 那阳虚的人就相反哦 阳虚的人反而就是蔬菜的部分 水果的部分尽量要少一点 那就先来讲一下阳虚的部分要怎么保养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好懂的 好了,戒身冷就是你要 因为我们身体缺少热能嘛 你在吃任何生的或是冷的食物进来的时候呢 身体必须要消化更多的热能 去把这些食物转回 转换成身体可以吸收的养分嘛 等于是说你在炉子上炒菜 你一盘很生的菜的时候 你要把它炒熟 需要炉子的火 去吃这个热能 去把它加热 才能把它煮熟啊 所以说如果你吃了一个冰淇淋 身体就会必须要 把这个火点起来 就是把能量用掉来 把这些食物的温度提高到 你身体能够 开始工作的一个温度 所以戒身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再来就是注意保暖 就是因为你身体已经缺少热量了 那你冬天或是遇到天气冷的时候 不要说逞强啊 我这样穿应该没问题 或是我这样穿 我稍微有一点冷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忍耐这样 这样不是个好方法 所以该保暖就保暖 因为你身体的热能已经很不够了 所以说你 就是该多穿衣服就多穿衣服 该穿长裤的时候就不要穿短裤啊 然后再来就是运动啊 运动看每个人 有个人身体真的很虚 他心脏很弱的时候 你让他去work off 或是去做cardio去慢跑 他反而运动啊 会觉得很累很累 这种人就不适合去做激烈运动 这些人就是要 必须要去做一些比较和缓的运动 例如说瑜伽啊 或者是说慢 快走啊 站步啊 游泳 游泳尽量不要 因为水还蛮冷的啊 那然后再来就是运动的部分 可以尽量就是让你身体稍微暖起来 然后运动完不会说突然身体觉得很冷很冷啊 或者是很虚很累要睡觉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运动就不适合你 然后再来就是补充睡眠 睡眠其实是我们身体产生一个 一个regenerate这个能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必须的一个事情啦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睡 你就睡无所谓 不要说硬撑 我想要这个时间不该睡觉我就硬撑 你可以稍微睡一下半个小时 定个闹钟或甚至一个小时你再起来 这样子有足够的睡眠的话 你身体的这个阳气也能够恢复哦 那特别是在 呃 有心形人之后很累很想睡觉 你就真的不要硬撑 如果说 你的partner 你的觉得说你怎么每次做完就倒头就睡 你就请他看这个video 这样你就有借口可以倒头呼呼大睡啦 就是说该睡很想睡的时候还是要睡啦 那希望你就跟你的partner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那把身体调好之后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可能不会需要睡那么久 你刚刚躺个15分钟10分钟 你的精神就可以回复哦 那当你在很阳虚的时候这个 的确是会 睡眠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那 来讲爱揪吧 爱揪可能大家 不一定是那么了解啦 其实爱揪就是我们针揪里面的这个揪的一个部分 针就是针揪只用 针的话只有一半 那揪的话因为 现在的诊所 因为空就是这种一般都是办公室的大楼啊 或是 或是那种大楼 它没有空调系统 它不希望你有烧出任何有味道的东西 那这个爱揪以前就是用爱草把它剁碎打碎之后 它会变成像那种羊毛或是棉花一样的一个绒 叫做爱揉 爱揉呢就可以在你们比较有需要治疗的穴位上去燃烧这个爱揉 它的这个热力呢跟这个药性就可以透过皮肤进到穴位 然后你的身体就可以得到这个回复 那现在除了这种会产 这种爱揉的味道呢就比较重一点 它有人说闻起来像大麻味 现在大家大麻合法 就比较不怕说被警察或是被邻居抗议 那同时这种爱揉 它烧起来烟非常非常多 整个房间会乌烟瘴气的 很多人也不是很喜欢 那如果说你买到品质差一点的 它这个味道会比较不容易散掉 如果你用一次它可能一个礼拜才会散掉 如果你叫买比较好的就是日本的叫做 金爱揉金色的金 金爱揉的话它品质 爱揉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可能是一般的 一般你市面上买的那种比例甚至还多五倍的浓缩 一般就是你可能一盒十支 如果说是个六块十块的话 大概就是比较品质比较不好的 那它烧起来味道很重 烟也很多 那它的爱揉跟其他的一些药物混杂 金区的比例 爱揉的比例可能是一或是二的部分 就是一比一或是二比一 那日本这个金爱草 它会有可能甚至到五比一或是八比一的这种 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浓度 那它烧起来比较纯 味道不是那么重 很快几天内就可以 就可以消失掉 就不见了 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叫做 无焉的爱 无焉爱条 就是其实它是 我这边有一条 它其实 要学一下那个 网美这样子 可以focus在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就是一条碳 碳去做的 它里面有含 跟这个爱荣 跟其他的药 混合在这个碳里面 它因为烧呢 也是会有谣效 那它烧起来味道 一点点 然后几乎是 几乎是没有盐的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效果 可能没有金爱荣那么那么好 但是以方便性 还有大家接受度来讲 这种会比较 接受度会比较高 那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先把它颠糟 用拖把它颠糟 然后在你的 我们中区 我们中区 我们中医叫这个官员的穴位 就是在你的 摄影机找不到 假装这是我的肚脚 肚脚以下四根手指的宽度 用自己的四根手指 肚脚以下四根手指的宽度 有一个穴位叫做官员穴 官员穴呢 就是我们这种男性保养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你把这个点着之后 你可以在这个官员穴附近 就是上面呢 让皮肤有点热热温温的 很舒服的这种感觉 然后小心不要烫到 然后你这样去把它 把这个穴位加温 如果太烫的话 你可以稍微拿圆一点 不够烫就拿近一点 然后你 例如说可以召圈圈啊 或是上下这样动都可以 这就是 艾揪的用法 那还有我刚刚讲过是艾融 其实它就是像一个 一团羊毛这样子的 那种可以 隔着你又切一片姜 薄薄的一片姜 然后姜放在皮肤上面 然后艾融再放在上面 你把那个艾融点起来 它会燃烧 这个热力会透过姜 进到你的穴位里面 这样子是比较不会烫伤的 那有一种方法 有另外一种叫做 米粒 米粒灸 就是把艾融 搓成一粒米一样 然后直接放在皮肤上 然后去 然后去用香去把它电燃 然后米粒烧完的时候 时间很短 可能10秒中15秒 然后会突然 会比较刺痛一点 因为它可能会有 灼伤到皮肤 皮肤有可能会起水泡 那这个都属于正常的现象 水泡就 我建议这种灸 会先你要去找医生 你的中医师教你怎么做 你不要在家里突发炼钢 那很容易烫伤 有可能感染啊 那就不好了 所以说 艾灸这个东西 对央旭的人非常非常好 那 还有一种艾灸 艾灸一个东西叫做艾灸盒 你们上网去 上网去看一下 什么叫做艾灸盒 我现在 等一下 可能剖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艾灸盒 这么样子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木盒子 然后上面有两个 两个孔 或是三个孔 你可以把这个艾条呢 插在这个孔 它有架子 可以把它架着 然后你把下面烧了之后 它下面是个盒子嘛 盒子就可以放在你的 刚刚我讲的官员穴上 你躺着的时候 你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等它这个艾条 慢慢烧慢慢烧 然后 你就可以 就是比较不需要一直拿着 可能 因为这一条烧完可能需要45分钟 一个小时 所以烧 然后 这样子比较方便 那 你就可以躺在那边 可能看看书啊 看看手机 比较方便一点 那 这个东西必须要长 长时间去做 而且 如果说可以天天做的话 最好 每天就是一个小时 那 对养需的人 你如果不想要去看医生 你不想要 去 针灸吃药 这个方法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 然后呢 再来我们诊所有一个 红外线 红外线的灯 这个灯 嗯 嗯 对 这个红外线灯呢 其实跟艾 用艾灸的这个作用功能蛮类似的 它是 它虽然没有艾容的那个药性喔 但是它这个热力 可以透到皮肤下面到你的穴位到你的内脏里面去 那来这诊所的时候就可以 一边针灸呢 我们会把这个 这个红外线灯放在你的肚子 这个关元穴附近 或是 基本上是肚子上啦 然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它就可以 透过这个热的 这个热呢 就可以透过你的皮肤进到你的内脏 然后 达到这个 我们这个类似艾灸的效果 嗯 那这些方法都是对杨虚非常好 再来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 嗯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是比较像老人做的 但是 其实这 对年轻人也非常好 就是气功跟太极 那我本人 其实 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学气功跟太极 我知道这个对身体很好 我们在中医学校也有太极的 太极的课 然后 当然 那 学校教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就学到一点皮膜 那 前一阵子 大概四 四五月的时候 刚好有机会 认识一个太极老师 那他就 我现在 就之前 其实我每个礼拜 就是跟他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他学太极 然后学 又学一些其他的部分 例如叫什么 八段经啊 然后 后来有 学一点八卦掌的这个 一个走法 那 我个人经验就是 本来 就是都以为太极拳以前就是什么 一个西瓜 切成两半 一半给你 一半给他 对不对 那 自己学的时候 我发现太极完全不是这样子 那太极 它是 也算是一门功夫 就是 它是属于打起来比较慢的功夫 跟 看那种 MMA 那种比较不一样 那它是可以练到你的 可以达到 养生 然后 让你身体更健康 让你气血循环更好 那我学了大概五六七三个月吧 那 第一个月呢 我就可以 其实没有学很久 第一个月就是一个礼拜一个半个小时 我可能每天练个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 那 一个月我就可以感觉到我身体的健康程度 快速的进步 这是蛮蛮神奇的 然后觉得身体的这个 感觉身体状况回到了大概五六年前的状况 你知道那个五六年前的状况 所以就是 太极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 有机会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学医学 那当然学其他气功啊 或是我想都会有这些绑住 那 打到现在三个月 我觉得说 不只说 那方面有 觉得比较好意外呢 身体也比较健康啊 精神比较好 比较不容易累 然后 如果说你手脚会比较冰冷 我发现就是 手脚的温度会再更好一点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 太极加上运动呢 然后再加上这些东西 如果说你真的有认真去做到的话 你的扬虚的部分就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 那如果说真的还是不行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去找你的综艺师了 然后我们再来讲 隐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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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说就是缺乏物质 缺乏经验 那特别是 你如果说要讲到南科的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靠一些饮食 或是 饮食的部分来 补充我们这些物质的部分 那前提是要就是说你的消化是OK的 你不要说你的胃肠不好 然后你你胃肠不好的时候 你吃了这些补品 可能对你的你的身体都不太会吸收 那等于是白吃了 所以隐区的人呢 最很重要就是要补充水分 你口渴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喝水 不要说我口渴 但是我可能现在没有水喝 我就先忍一下这样子 那再来呢 就是对男性非常好的 就是这些殷虚的男性 贝壳类的 例如说 这边常吃到 claim muscle oyster 就是贝类的那个 蛤蜊 然后 什么 中文叫淡菜 淡菜 然后还有豪 豪就是 不一定要吃生的 只要就是这种贝壳类的 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这个 心跟这个钙 这可以帮助你 如果说你的精液比较少的人 或是精子比较少的人 可以吃这些东西来 就是让你身体补充啊 心的这个健康食品 我想应该是 你们去健康食品店 应该就可以买得到 这个也是 心跟这个贝壳类的 这个 其实是类似的一个功能 然后再来一个呢 就是猪皮 大家不要觉得说猪皮很肥啊 然后 为了减肥就不吃 其实里面有很多 可以补充这个经验 应去的缺乏经验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猪皮有很多胶原蛋白 然后 它有很多好的胆固醇 不要怕说胆固醇高 就不吃猪皮喔 其实它里面有大量的 好的胆固醇 那还有就是 刚刚讲的气功跟太极 如果说你 气功跟太极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 真的对身体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喔 不要觉得说 这个只是老人 等我老了再去公园打一打 有些其实你去那个 公园看老人打 他们 打起来不是 他只有那个行而已 没有那个神 他只是在那边比比招式 感觉像跳舞一样 那其实是没有用的 你最好真的是找个 找个师傅 找个 有那种 道馆的人在教的 他会教你 教到精髓 那 你去做这些事情 才会真的有帮助 那如果你想要学 例如说 咏春拳啊 或什么螳螂拳 这些 这些功夫 其实我觉得都对身体会非常好 不一定是一定要太极啦 那再来运动的部分 就是说 如果你有在打拳 那这个运动量应该就是够 如果说你没有在打拳 你可能就是要 就必须要做一些 运动啊 让你身体的血液循环 比较好啊 机能回复这样子 运动的部分 我会建议可能一个礼拜 至少三次 每次半个小时 你要 必须做到 有比较做比较 cardio 心肺运动的部分的 的一个运动 例如说 嗯 脚踏车啊 然后游泳啊 慢跑啊 我想 陰虚的人 比较不会有心脏的 这个 心阳不足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有 觉得说运动完非常的累 非常 身体 你觉得必须要睡很久的话 反正运动完更累 而不是说精神更好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去学学气孔 去做瑜伽 这些比较和缓的运动 不要去做激烈运动 那今天就讲到这边 大家知道怎么保养了吗 如果你是阴虚的话 就这边 阳虚就是这边 那还有一种情况 你可能阴阳都虚哦 这时候可能两边都要一起配合 或者是 赶快去找一个中医师帮你看一看 调养一下 那其实都可以回复的 只要还有你的 另外来讲就是生活习惯啊 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熬夜 然后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 有 过度自慰的习惯的话 这些都必须要改掉 那 如果说你光做这些东西 你的生活习惯不改 你还是会 你一边在保养它 一边在挥霍它 那可能效果就不会很好 所以 保养的时候记得要 可能稍微节育一下 那 如果说 可以做到的话 你的回复就会比较快一点 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拜拜 大家下次见